但是也有一些听友说 我听的时候觉得还蛮不错的 但是下手的时候 当想用这个知识去变现为金钱的时候 总觉得隔了点什么 总觉得不自信 那我经过沟通的发现是 他觉得他对公司法 对公司运行的基础知识 几乎不懂 因为他之前做劳动纠纷 合同纠纷 这些常见案子是比较多的 但是公司业务对他来讲 可能就是一个零基础 那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之前也讲过 我认为公司法的难度 并不比劳动法合同法高 甚至我认为还有所降低 只是因为这个陌生感 限制了大家去赚 这个领域的钱 讲得俗一点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最开始 最基础的地方 那就是条文 可是条文呢 它是很枯燥的 于是我们想 有没有人给我们解读一下 我们就在找到刘俊海老师 他有解读 最高法院算是半官方吧 也有相关的书来解读 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位叫欧阳光明的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背景 反正我看到过一个他的版本的解读 我觉得这些版本都很不错 我从中呢也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我觉得能不能有一个 让灵基础的人很轻松的去看的解读 因为有些解读呢 一个是专业风格比较浓郁 第二个呢 可能不说是为了炫技吧 总而言之 就是会去讨论一些很前沿的 没有定论的理论问题 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说 这些都不太需要 所以我的这个风格叫简明 简单 只讲最基础的 明白 这个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初衷 那我们这个课的名称 所以叫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条文 简明实用串讲 意思是一条一条的讲 那我们就来到第一讲 一法六解释的架构 这一讲呢 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为什么公司法比其他的劳动法 合同法更需要简明实用 所以叫简明实用 非一般的需要 第二个部分呢 是公司法及六解释 一共六个司法解释 它的架构 我们来看哈 为什么公司法的课程 这个条文串讲啊 要比合同法 劳动法 婚姻法 等等课程的条文串讲 更加需要简明实用 换言之 如果我刚刚讲到的几位啊 大神 他们那样讲合同法 劳动法 那么我们的律师朋友 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为什么呢 做几年律师 总能遇到 哪怕做助理 做实习律师 总能遇到 劳动法 合同法的纠纷 它太高频了 而公司法的纠纷呢 感觉非常的遥远 很少遇到 所以 当听到这样的课的时候 很难去联系 自己的工作实际 不能联系实际 当然就听得云里雾里 所以说 正因为它的低频 所以我们需要 把这个入门的课 讲得更加的简明实用 那为什么 我们要去涉足 这样一个大多数的律师 都比较陌生的 这样一个领域呢 那我们来讲一下 公司法业务的机遇 预见与错过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现在的 这个市场上啊 有很多的股权培训公司 我就不提名字了 首先我说 他们对于给老板 进行股权的启蒙 功不可没 尽管有水分 那是人家生存的需要 所以我对这些公司 没有什么偏见 那我引用一下 他们的三个常见的话术 我甚至去这样的公司 去听过课 观感我就不说了 但是他们爱讲的 三个话术是什么呢 马无夜草不肥 人无股权不富 不解释 第二是福布斯财富排行榜 胡润富豪排行榜 主要判断是否富豪的依据 不是现金 也不是房子 而是股权 第三个话术是 以前是卖菜的大妈 谈炒股 现在是卖菜的大妈 谈入股 这些资讯公司 他在这种呈现上 是值得我们很多律师 去学习的 他用大家最容易听懂 和被打动的语言 去表达他的观点 所以我说 培训公司经常吹牛 但这次说的这三句话 都对 股权业务 正成为律师 咨询师 业务的新风口 这是第一个观点 所以我们为什么很需要 因为这里面有钱赚 就是这个意思 那可是它比较难 比较 因为你以前不熟悉 所以我们的课 就更加需要简明实用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小点 那第二个小点 我们来看一下 风口的证据 风起于清贫之末 都是有痕迹的 第一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朋友圈当中的股权律师 包括号称股权律师的人 蒙真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会发现一个 甚至您知道 他以前从来都不做股权的人 他现在号称自己是股权律师 第二个呢 是华一世纪等股权培训公司的业务火爆 喜马拉雅上 有一些股权客 都是千万级的收听量 大家要注意 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专业领域 相对那些讲哲学的 第三呢 我们看来自法院的数据 我们就挑一个法院吧 就是最新的 因为4月20日北京三中院发布 公司类纠纷审判白皮书 2013到2020 指出公司类纠纷审理表现出 案件数量上升趋势明显 案件类型多样 新类型案件频出 股权转让纠纷众多 大家看是不是法院的数据 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那我个人当然就 更加了 前一段这个 民导机关来检查 说挑了几个人 每一个人呢 随机抽五个案件 随机啊 结果抽的我 抽出五个案件 全是股权的 随机抽都是 那说明我的业务当中啊 这个专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因为股权的越来越多 我其他的就越做越少 虽然我号称全能啊 伤势领域 所以呢有这么好的机会 是不是我们 广大的同行 包括咨询师啊 都把握住了呢 没有 我讲讲我身边的三个例子吧 有一个律师呢 但这个例子有点早了 就有七八年了吧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外国人的 叫什么我忘了 他之前是陆伟的 那个人名气很大 但是我确实忘了 我听过他一个并购课 是有一个很牛的班 要二十万 我肯定就没报 我当时只听了一个那种体验的 那我们有一位律师朋友呢 就去报了 二十万就学并购 一讲这个并购将来怎么怎么样啊 结果他学完以后啊 他表示自己太笨 他放弃了 那个班我知道是中外合作办的 讲的都是最玄乎的东西啊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呢 是当时的市场还没有这么成熟 这是第一个 但是跟那个班的那个太高端 也有关系啊 我记得还有英文的部分 第二个身边的朋友的例子啊 就是上个月他给我讲的 他说我都不知道啊 在听您的课之前呢 我都不知道 原来股权转让是可以做成专项的 他说我的客户是有股权转让协议 给我审的 我就在常年法律顾问费 三万块钱里面包含了 不就是个协议吗 好简单 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买人家股权要做进制调查 做完进制调查 要根据问题砍价 要在协议当中要约束各种可能的风险 我说你这样做 客户也 遭受了更大的风险 你也没挣着钱 他当时觉得挺 就是对他而言 也是觉得挺遗憾的 那另外一位呢 是一位非常谦虚 因为他一直都做的是下里巴人 他自己说 大家看不上的案件 低端的 像说民事啊 刑事啊 民事也集中在工商啊 交通事故啊等等 那么他看到 做公司法业务的律师啊 他有一种仰望的感觉 他不明觉厉啊 不明白 觉得很厉害 他望而却步 而以我对他的了解 我知道这个人非常勤奋 职业道德非常好 而且领悟能力并不差 那于是呢 我把他带到公司法业务 这条路上来 正在带的过程中 就是讲 很多人都错过了 那我们再来深入分析一下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 为什么你会错过 我总结了三个原因 就根据我身边的这些案例啊 总体来讲呢 是不明白这个业务低频 高端高回报的特点 具体讲 第一低频 第一呢 是因为低频 而感到陌生 进而感到惶恐 刚刚讲了 公司法业务 它虽然增长迅速 但是呢 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市场 就好像新能源车一样 很火 但是呢 保有量比燃油车肯定低多了 所以大家对公司法业务 很多人确实是没有接触过 所以他听课的时候 没有办法联系实际 我们前面讲过了 他结果还自我怀疑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花了高价 听完并购课以后发现 这个游戏好像太复杂 不是我的菜 我还是不要玩了 我还是去赚一点眼前的钱 这叫听完集气 这是因为陌生而惶恐 第二呢 是把高端等同于困难 第二呢 是把高端等同于困难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 有一个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生 他是学金融系的 人大的金融呢 应该算全国最好的之一了 那么 他出入于5A甲级写字楼 就职于上市公司 衣冠楚楚 所以旁边的一些朋友就觉得 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很难呢 结果真实的情况是 他是财务部的所谓后勤干部 后备干部 我这话重新讲 结果实际情况是 我重新讲 结果实际情况是 他是财务部的所谓的后备干部 用来吓唬那些在位置上的人 让他们好好干 不然有人替代你 这就叫后备干部 他在那儿就做的是 初中生都能做的工作 原话 所以高端 外表看起来的高端 并不等于困难 所以我们有很多律师 特别是年轻律师 收入比较低的律师 他觉得 哎呀 这个股权业务都是要跟老板打交道的 跟有钱人打交道的 那看起他们好像 蛮高大上的样子 可能轮不着我吧 但是 我带过的 就是以前没做过股权业务的律师 他们做过之后 普遍认为 无一例外 他们认为 这个并购业务 或者这个股权激励的业务 比他打过的合同纠纷的官司 劳动纠纷的官司 办过的刑案都要简单 因为总体来讲 像并购啊 像股权激励这些啊 律师的自主性是很强的 就以诉讼而言 其中所涉及到的法律关系 包括我就讲一个最粗浅的一个数据吧 就连涉及到的法规的数量 它都是远远低于劳动法 合同法 那个劳动法 那一大落那个法规政策汇编 哎呀 真是把人看得真是头大 公司法的法规体系很简单 主要就是一法六解释 这其实篇幅都很少 所以这样一个高端和困难的不同 大家没有体会到 第三呢 我们要让别人背一下锅 就是有一些股权培训公司 咨询公司 包括财税专家 他们有一些反制言论 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很低素质 这些人呢 他就说 律师不懂商业 只懂法律 很僵化 怎么搞得懂股权激利呢 怎么搞得懂并购呢 其实商事律师 他本来就要一半商业 一半法律 难道你们这些人的学习能力 比律师强吗 律师是整个中国72行里面 我是指所有行业里面 学历门槛最高的 学习能力最强的 只要我们稍微开放一下心态 知道一点商业知识 因为你不可能对 每一个客户所属的行业 都很精通 你只要知道基本的原理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咨询师也好 财务顾问也好 把律师里面最僵化 最差的那一批人 用来攻击律师行业 不能做股权业务 那我也可以拿你咨询行业 培训行业 财务行业 最差的那一批人 讲你们也不能做股权业务啊 所以股权业务是大家都能做的 而且在诉讼纠纷解决这个部分 只有律师能做 而诉讼与非诉是不分家的 你对这个领域熟悉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们对这些 诋毁算同行吧 如果在股权业务这个领域 对这些行为表示谴责 而且我也要提醒大家 不要听这些人 这些人有的人真的就是初中生 高中生都算高学历了 我这个里面抱歉哈 有一点这个针锋相对 有些人真是这样 当然你说你是学历骑士 卢克文他还不是大学生 那是例外 总体来讲 学历 他还是说明问题的 要不然这么多人要上大学 这么多人对上职高 职业技术学院不是职高 那么恐惧 这是关于这些 伪同行的诋毁 还有呢 有一些人呢 讲股权的时候 喜欢把它讲得很玄乎 他去讲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 最惊险 最成功的那几段 让你感觉到 非神人不能为之 这不是神棍吗 他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让你对这项业务 望而却步 要是这样讲我也会 我会讲加顿风云 我怎么挽救一个公司 在一个强制清算案里面 我会讲 在某个并购当中 由于我成功的调整了交易结构 顶着对方和我的客户的不理解 从而成功的帮客户防范风险 但是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样经验的表现 它的概率之低 它的概率之低 大部分的业务 你就是平平淡淡 就这样做完了 中间四平八稳 没有什么经验之举 就好像有一个律师 写过一本书 谁写的我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有这么一段话 说很多一些律师 号称自己总结出了一套 胜诉的 或者叫反败为胜的秘诀 并且列出了一堆的案例 然后表示 他已经找到了成功的秘诀 这就跟古神差不多 大多数的案件都是 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 然后得到一个 本该得到的结果 而不是你去 出险招 走偏门 然后靠着运气 取得胜利 而你贪天之功为己有 这个话就点到这儿 所有的玄乎 所有的装逼 都要遭雷劈 那所以我刚刚讲到了 错过的表现 错过的原因 那我们怎么才能不错过呢 我给出三个答案 第一呢 最简单的就是跟随 人家讲的 读万卷书 不如找个好老师 直接走捷径 但是这个是个 辩证的 你不爱读书 我还不爱教你的 假如我是好老师的话 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 跟随 就是 很多人 特别是那些 底子比较好的人 很勤奋 领悟力 律师的领悟力 你要说太差 也不至于 都在 基本上都在基准线以上 平均线以上 对不对 所以 我也很愿意带 不管你之前 是做刑案的 还是做 一般的 诉讼的 我觉得学起来 都很容易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当然我这里也分享一个 小小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 做并购 做股权 因为它这个协议 确实有点长 文字要求 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所以 但是有些律师 他 觉得把话说清楚就行了 有些做诉讼 为主的律师 他在这些文字上 可能稍微弱一点 但是其实你就说 做诉讼文笔 要不要重要 人家说的 当律师写笔说 还重要 这是个基本功 那但是呢 对有些文笔 没有那么 那这段我重新讲 那第一个方法呢 是跟随 我带过不少的律师 包括之前是做刑案的 做一般的诉讼的 做完之后啊 他们都 大部分都学得很快 并且感叹 原来如此 原来这个股权业务 比我之前做的那些诉讼也好 常年顾问也好 审合同也好 并没有显得难 甚至有些业务啊 难度不大 但是回报却比较大 这是一个高性价比的业务 于是感叹 之前错过了一个亿 开个玩笑啊 没有一个亿 这是跟随 第二呢 是阅读 有读者来信啊 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 我就是看着您的投资并购法律实物 一步一步完成了 他的第一个并购项目 因为我那个书写得很细 第一步干嘛 第二步干嘛 包括禁止调查 每一个资料 要看什么 所以读书 当然读书 爱读书的人 老师也愿意带呀 第三个当然就是听课了 听课呢 刚刚讲过啊 就是 我觉得应该可以分三步来听 第一个呢 听这个法条基础 当然要听我这种好玩的啊 尽量好玩吧 简单的 通俗的 听了以后 消除陌生感 第二呢 再听古权五部曲 那样的一个实操课程 第三个 再听 股权纠纷的案例分析 因为那个纠纷的 那就是最高级别的 这个案例分析呢 也是我之后 会给大家呈现的一个系列 这样呢 这个三个级别 相当于初级课程 中级课程 和高级课程 就完整了 但是你从初级课程开始 中级和高级就不会那么难 循序渐进的学 这就是 我给大家推荐的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 你做完任何一个 上手 自己做一个 你就 会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高性价比的世界 那你说 我现在知道 公司法业务 是新的增长点 有机会 我也知道 公司法业务 没有那么难 我还知道 我应该从最简明 最简单的地方学起 那 你这一套课程 怎么样 做到简明呢 实用呢 甚至做到有趣呢 有趣呢 我只有少微 开点小玩笑 那么简明 我这边 承诺几点 叫立人设 第一个新的人设 我的人设 就是不立专家人设 立一个翻译者的人设 我不讲什么 高精尖的东西 我就讲ABC的东西 不炫技 第二呢 是 喜欢打比方 像孟子一样 联系生活 之前呢 我给一个客户 解释 他说 我这个股东资格 确认之数啊 这个代持股里面啊 为什么要告公司呢 现在是这个名义持股人啊 就名义股东啊 他不给我 显明 他违反合同 我为什么要去告 这个公司呢 而且这个公司之前啊 还真是没有给他戴过章 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他觉得我 我凭什么告人家公司 我说呢 法律的规定就是这样 他说那为什么呢 好 那你既然愿意学习呢 我就给他 举了一个乔家大院的例子 我不记得乔家有几房了 假定是乔家 是一个大家族 有三房 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有三房 那么乔家大院 乔氏家族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公司 他有一个 组长啊 是家族 有祠堂 大房 二房 三房 就是股东 结果呢 结果呢 二房 在外面 养了小老婆 有一个私生子 长到十岁 现在这个私生子啊 他想认走归宗 他说我是乔家人呢 我要回那 我要进那个祠堂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应该找谁 大家想一想 他不应该找他爹 虽然是他爹 悄悄把他生出来 但是他不应该找爹 找爹没用啊 因为祠堂 这个象征性的东西 就像公章一样啊 或者不叫祠堂吧 叫名册 祖谱吧 对吧 祖谱啊 也叫股东名册 这个东西在谁手上啊 在组长手上 所以说呢 他要找 只能找组长 不能找二房的 这个 这个 儿子啊 所以 这就是认祖归宗啊 这样一讲呢 这个客户明白了 对啊 要认祖归宗呢 当然要找组长了 组长就找公司 董事长啊 找公司总经理啊 那就是公司呗 你得找公司 所以讲公司法 也不过是柴米油盐 人情世故 我们把公司法这样一个 在云端的东西啊 给它拉下尘埃 这就是我的一个愿望 那实用呢 我会怎么去体现啊 刚刚讲的简明和有趣啊 实用我们会怎么去体现呢 我举个例子吧 公司法第一条是讲立法宗旨 你猜我会怎么去解读它 我只用一个字来解读 过 因为这种理论性的东西 我们没有必要去花时间 我们现在是入门者 我们是ABC的 我不讲 再举一个例子 刘俊海老师曾经回答过一个学生 就是听着的提问 关于董事高管 把公司的会计账簿弄丢了 应该赔偿损失 大家都知道 那么 它造成了什么损失 你去让他赔 所赔标准是什么 刘老师 说那要么按 学生问 可不可以按估值来 刘老师说这个估值也不好定啊 要不按我个人认为可不可以按出资 就是公司注册资金 但是这显然 这个观点显然 公司注册资金线已经不重要了 在尤其在服务业 对吧 轻资产公司 而且就算你按注册资金 依据在哪里 法律规定是 你要证明你的实际损失啊 所以最后刘老师只好说 我个人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没有结果的问题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让大家学呢 他们那个是高级班 我们这个是初级班 所以像这种前沿问题 没有定论的问题 我们也是不讲的 总体来讲就是说 两个原则 使用率低的条款 你碰到的机会 几乎不怎么用的 你平常这个 在工作当中啊 你不怎么去用它的 我就不练战 第二个就是 回忆自有四种写法这种打法 我们不做 不讨论 如果一件事情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 这个大家真的不可开交 这种事儿 咱们也不讨论 这就是做到简明实用 是这样做到的 大家知道 大家即将听到的是一个什么课 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舒舒服服的 把公私法学了 还教了一些学公私法的朋友 我们 大家跟我 也算是 一堂 叫一个系列课的师生之一 也很荣幸 大家彼此之间呢 我也可以组织大家来互相交流 在支持网的这个平台上 这是 这个课的初衷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公私法级六解释 大概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讲一讲 第一个呢 是 这些相关的法规 很简单 就是 七个文件嘛 那个序号 里面的一 把它忽略掉 忽略掉 我当时做了这个表啊 第一我懒得去删它了 其实这个公私法 它不是2014年 但是 包括2018 这是最后一次修正啊 都没有那么大 其实2014那次修正呢 是最大的 其实我们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就觉得2014年 感觉像新换了一般公私法 其实都不是 1993年公私法 它经过了四次修正 这个这种 叫什么文学常识类的问题 我们千万不要管它 它什么时候发布的 什么时候生效的 我们一律不要管它 我们只知道 它现行有效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日期 请大家不要看 不要记 其实现在是18年 最新修正的 这是公私法本身 然后公私法 司法解释 12345 你说不是 怎么会有六个解释呢 因为在 今年1月1号 民法典 这个伴随着 民法典的这个实施 最高法院把 一大堆的 伤势类司法解释 这个这个 还有其他的司法解释 都进行了修改 因为要配合民法典 不能打架 所以呢 第一批是29件 伤势类司法解释 其中就包括了 包括了公私法的司法解释 主要是针对2345 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呢 这里面就改了 那么这个文件 你说为什么不叫 公私法 司法解释6呢 因为它 是对前面的 司法解释的 一个 这个 调整 它没有给它编号6 因为它没有独立 没有独立出来 但是那你说 为什么它又叫 司法解释呢 因为它的编号叫法式啊 跟前面的司法解释是一样的呀 所以它实际上 也要算一个单独的司法解释 所以才叫6解释 那么 大家会说了 那九名会议纪要啊 还有清算纪要啊 九名会议纪要里面 专门有公私法的部分 还有这个清算纪要啊 为什么你不拉进来啊 因为它不算 它不是 它就是个会议的纪要 它不是什么正规的 这样一个文件的 原则上来讲 是不能作为裁判依据 但是很搞笑啊 又说本院认为部分 可以据此说理 其实都是 几乎是作为裁判依据了啊 这是我们法院系统啊 去探索 扩大自己的这样一个 叫什么呢 某种立法权的啊 一种探索 这个东西可敬可对 可攻可守啊 很巧妙啊 也很当然也 从实践当中啊 也有必要性 当然也有人呢 对此有一定的争议 但这个事不会我管啊 那么六个司法解释啊 它是 五个环节啊 公司法 它是个基础的东西 等会儿它的主要内容 我们会给大家 把房子的框架啊 这个描述一下就行了 只画框架 至于里面怎么装修的 有什么家具 这个我们不管啊 这六个司法解释呢 是解决五个问题 五个环节 第一个叫序 第二个叫死 公司怎么死 第三个叫生 公司怎么出生 第四个叫存 公司怎么存在 第五个环节 就是这个刚才讲的 第六个司法解释 它讲的一个变化 这里面有一个联想记忆法 叫吃事 星存变 答案呢 怎么联想的啊 我现在不讲什么意思 看网络玄幻小说的人 可能会知道 什么答案 我们 这就把 一法六解释 我们要学习的目标 我们一条条 要去讲它 要去讨论它 但是大家一定放心 你绝对听得懂 我打个读啊 你听了我讲的任何一条 如果不懂的 可以找我索赔 但是标准不明 那我们来看一下公司法 这个是主体 它的架构是什么呢 首先来回答一个问题 它到底是组织法 还是行为法 我们回答一个问题 它是组织法 还是行为法 组织嘛 就是讲的 我们这是一个组织啊 一个国家 你看我们的 从人民代表大会啊 国务院的 义服的义委 两院呢 是吧 义委是新增的监察委 它就是组织法 对不对 这是个组织法 对不对 那么行为法 就是你比方说 合同法 它就是典型的一个行为法 我们规范 我们签合同的行为啊 对不对 那公司法 它到底是组织法 还是行为法呢 大家想一想 思考一下 有的人说了 顾名思义 公司法 那当然是组织法 它就是讲公司 这种组织的嘛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一共是13章218条 这是文学常识 不要记啊 但是这也可见 它不是一部特别 特别特别大的法律啊 然后呢 这个通用部分 什么叫通用部分呢 红色的 总则法律责任负责 每一部法都得有 这叫通用部分啊 过 它具体的实质的内容啊 是在组织法 有四章 四章 13章里面占四章 章节倒是少 绿色的部分啊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 和组织机构 第四章 果不有限公司的设立 和组织机构 第六章 董监高的资格和义务 第十一章 外国公司 是不是都是讲组织啊 董监高它是组织里面的人员嘛 也是组织的一部分 但是大家注意啊 它的条文数 居然达到了120条 占了一半以上 可见 它肯定是一部组织法 这个元素是少不了了 但另外呢 剩下的六章 章节数是最多的 357890 55条 大概占四分之一 的这个 这个条目数 就讲公司要干一些活 比如说你要转让你股权啊 公司里面的相关主体啊 你要发债啊 你的财务会计啊 合并 叫合分增减吧 合并分立增值减值 解算清算 你感觉这 这又有点像 要干点啥 这算行为 那有的时候 合并分立增值减值 解算清算 财务会计 都是为这个组织 所需要的 包括公司债券转让 所以我们认为 这也是组织法 对的 这样讲完全正确 只是我们为了区分一下 那是基础的组织 这是组织之中的一些行为 为了使这个组织啊 来更好的运行 所以说呢 我们总体可以认为 公司法原则上是一部组织 但是他也会讲一些 公司及其相关内在的主体啊 股东啊 董建高啊 他们的一些行为 所以他总体来讲 是一部组织法 我说让公司着力于主体之灵 这个市场主体很多啊 个人啊 自然人是吧 个体工商户 什么合伙啊 普通合伙 有限合伙等等是吧 那么由于公司法 把它定得很好啊 当然也是因为公司本身的这样一个特性 让他 就像中华民族啊 着力于世界民族之灵 那公司呢 就着力于 民事商事主体之灵 组织与行为交织 但是本质上和主要 它是一部组织法 那么这个组织法 我们现在知道了 哦 它主要是个组织法 讲的是公司这种组织啊 那么 它主要讲了些啥 你说前面不是目录有吗 目录那个太难理解了 不好记啊 13章 我们能不能够再简单一点 我于是画了一个特别丑陋的图 哎呀 我去搞那个 因为这个PPT是有天晚上 我加班就想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呢 平常这个图助理做 我觉得晚上去打扰别人也不好 所以我就自己 意思到了就行了嘛 首先我们的公司只是有限公司 难道你会说 有无限公司吗 有啊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民国的公司 里面就有无限公司啊 还有两核公司啊 这个地方有点炫技了 打住打住打住啊 双标不行啊 本来公司它就有 不是有限公司的公司 但是我在我们中国 公司即等于有限 所以叫有限公司 但是不代表在台湾 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叫有限公司 我们没有无限公司 那么呢 有限公司下面又分 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啊 很多公司把责任两个字去掉了 所以把人家搞晕了 说我 我是一家有限公司 其实有限公司是大概念 下面是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啊 有限责任公司里面又分三类 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 一人有限公司 就一个股东的 还有就国有独自公司 那也属于一人有限公司 但是这国有独自公司 是独特的啊 形态 股份有限公司呢 只分两种上市非上市 这是我们大概要知道这么一个 它主要解决 公司法的条文是分两大块讲的 就行了 那你说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啊 区别很多啊 在设立的时候有区别啊 产生的时候有区别 登记的时候也有区别 转任的时候也有区别 那二者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呢 有啊 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啊 但是我不能说啊 等会儿 下一讲我们讲条文的时候会说 这就是说让大家既然是讲组织 那就讲组织里面要分类啊 有就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分男人和女人一样 这么一个意思啊 那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两大类 下面叫两类五种 两类五种 但是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面真正我们做股权业务啊 所谓称为蓝海的主要是指非上市的 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以及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数量都很少 主要都是非大家眼中啊 凭社会经验来看啊 大部分见到的我们的客户 是不是都是非上市的 有限责任公司 所以我们基于 本系列课程实用的这样一个原则 我们把重点会放在 这部分啊 非上市有限责任公司 那还可以再讲一个更深的话题 为什么民国是其股份有限公司为主 而现在相反啊 就是说现在的市场商啊 有限责任公司是主流中的主流 主流主流 就是股份有限公司很少啊 为什么啊 这个问题不归我们这个系列课程管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私信 来跟我探讨啊 这是我博士诺文里面的一个话题 这就是讲的公司法的主要内容里面啊 刚刚讲完框架 它是一个组织法 主要是个组织法啊 当然它也要规范公司的一些行为 那么 它主要就是讲两类啊 两大类公司啊 讲完公司外在的分类以后 它把公司里面的权力架构 也还给大家讲一讲 大家想这个逻辑啊 这个逻辑 听完了这个逻辑 我们再来讲条文 可能要轻松一些 大家你相当于外面 这个房子是个别墅啊 还是个高层啊 还是个平房啊 你大概有个概念了吗 我们再来看这个房子里面的结构呢 看这张图啊 它是股东会 分别 你看 往左边产生了监视会 往右边按我这边面对的 产生了董事会 对吧 那董事会呢又产生了经历 经历呢又 这个产生了其他的高管 当然这个其他高管也有可能是需要 董事会去批准的 要看章程啊 怎么去约定啊 那么股东会就解决公司是谁的这个问题 股东嘛 所有权 对吧 当然他所有权是最大的权 所有其他的权都要服从于所有权 当然大家注意啊 敌人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啊 假如董事会认为股东会是敌人 因为因为这个董事会啊 总经理他是县 县官不如县管吧 对不对 董事会他可以利用股东之间的 大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啊 来 来 董明珠玩这个简直 简直太厉害啊 董明珠玩这个太厉害 太厉害 叫什么 汉 三亿汉董明珠男 是吧 是最近的一篇文章啊 董事会 他是大脑啊 决策 几个人在一起 有点像长老会议会啊 你说 这全体股东就像人民啊 这个广大的群众他所有了 对吧 但是你还得用人民代表大会嘛 这个比喻不恰当啊 不恰当 但是意思是那么个意思 就是不会所有的股东都来当董事 一个股东可能开十家公司 对不对 他是 要另外安排人 当然有时候小公司 往往股东亲自上阵 是吧 这个是董事会 他是议事的机构啊 长老会吧 那么经理层呢 他干活的 干活的 在民国时期呢 经理的作用啊 没那么突出 感觉就是打工的 董事会很重要 但现代社会呢 感觉很多公司啊 反倒是经理比较强啊 我这个又有点炫技了 双标双标 对不起啊 然后呢 监事会 就是监督嘛 很多人呢 认为这是一个 摆设 但事实上呢 要看你怎么去用 橡皮图张董事会 这种情况也有 因为经理层太强 这些都有 这个比较深 我们在后面 我们在后面 讲条文的时候 再讲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公司法 讲什么 是组织法 然后组织 主要是两种组织 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 他讲组织的时候 里面很大的篇幅 是在讲什么 讲里面的权力架构 叫三会一种 总呢 是形象的说法 公司法里面 就叫经理 那我们就说 叫总经理 对吧 三会一种 这是他的公司法 内容的展开 他首先分两大类 然后再把那 每一类里面的 权力架构 给你讲一讲 然后呢 公司法 他整个的 逻辑的 先后顺序展开 他是按照 设立 运行 变化 消亡 设运变消 木头管退 让我想起来了 设立 他先讲你怎么设立 第二个他讲这个 刚刚讲三会一种 包括你的运行当中 这个三会一种 有了你才能够 相当于一个国家吧 你才能有人管 对不对 你还得有人做账 可能你还得要借借钱 这是他的一个 正常的运行 正常的运行 当然发债这个事 不是人人都能发的 然后这个也不是重点 一般的非上市 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的很难去发 这个是没有这个机会 然后变化 就是股东变了 或者我合并分立 增资减资 这都叫非常规的变化 不是每家公司都会发生 所以我把它叫变化 当然变化也是运行的一种 只是它是比较大的一种改变 就消亡解散清算 所以你看它是从生命周期 来展开的 我们再回顾一下 公司法它讲了些啥 首先它是一个组织法 当然组织和行为交织 但本质上是个组织法 顾名思义是对的 第二 它把公司这种组织 分成两大类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 它对每一这两类公司 这里面都讲了 它们的权力架构 三会一种 第四 它在展开条文的时候 它是按照设立运行变化和消亡来展开的 你把这几句话一记住 哪怕你现在没有翻开公司法 你是不是脑海里面有对它有了一个轮廓呀 就是我讲的 你一看知道它是高层吗 高楼吗 还是别墅吗 还是一般的平房吗 等等 还是厂房吗 你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六解释 它说了啥 那具体的条文 我们当然会在之后的讨论当中 一条一条去过 那这六个解释 它为什么叫什么 吃事新成变呢 续死生存变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续什么意思 这个2005年 2005年10月27号改了一次 当然那次是在06年1月1号生效的 那一版里面 出来以后呢 那次改动也比较大 那就出个司法解释说 还没审理完的 这个以前的怎么搞 以后的怎么搞 那具体我会去到时候去讲的 总之就是原则没有数据力 就讲这个意思 那大家不要去管具体内容 就是讲这个案子 心脑衔接怎么搞 这几乎 很多司法解释都要讲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是很多新的法律 这些也要讲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你的数据力问题 它就解决一个数据力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死 解散清算 我刚刚讲公司法 它不是有按照生命周期 设立运行变化 消亡 死 那死之不好听 要不就改成消好了 消亡啊 去消生存变 算了还是死吧 没关系 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 智慧地去面对死亡 最近发誓的事情 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 确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想一想 就是 成功的意义是什么 你为了成功 你打算付出什么 是健康还是灵魂 死呢 就是针对解散清算 公司的消亡死亡 第三个思法解释解决什么 生 就是公司的出生 为什么叫是针对公司的出生呢 设立出资股东资格确认嘛 设立出资 那不就是 你不 不就是公司的出生吗 死生 去这个其实不怎么重要 对吧 你就是有没有数据力 一句话就说完了没 很简单 去死生 死和生 这倒是一个 太极阴阳啊 这个对立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思法解释四呢 是讲什么呢 公司决议的效力 股东资情权 利润分配权 优先购买权 股东代表诉讼 核心是干嘛呀 维护股东权利呀 所以它是 叫做 存在 就是公司 或者叫权 大家说叫权好 还是叫存好 然后呢 那思法解释五 是 细化了 关联交易 可以追究 懂事怎么解聘 利润分配 要及时等等 也是股东权利 所以四和五 都是讲的权 所以呢 或者叫公司的生存下去 但是股东权利 既然这么突出 我觉得 那不如叫权好了 不如叫权好了 大家说叫存好 还是叫权好 是存在呢 还是权利呢 叫权吧 这样 但是为什么我叫存呢 因为生存它是一个词 好记性还是存吧 好不好 随便咯 这是我们的一个 联想记忆法而已 续死生存 第六呢 本来应该是个续 因为又是一个 民法典来了嘛 我们原来的思法解释 怎么试用的问题 结果 这个首养 就是今年1月1号时 是这个 这29个一块的呀 他觉得 反正我要去跟民法典配合一下 我觉得以前的司法解释里面 有些东西啊 还写得不够清楚 比如说解散清算里面啊 有几个点 我顺便改一改 其实这不完全是跟民法典相关的 那关联交易这个地方 我要把它细化一下 公司设立的前期费用的认定 这个措辞我要改一改 包括决议无效这个东西 怎么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又还有一点新想法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搞着搞着 它是夹带了私货 本来只是为了配合民法典 那你就把民法典的相关内容 把它加上去就行了 它夹带私货 所以呢 这次啊 它是本来是续 但是加了一点变化 所以我把它叫做变 这变的叫续死生存变 不好记 不好记 我就想了一个 我不是前一段学那个 那个那个原来那个一个 记忆大师叫什么 龙飞飞那女孩子啊 哎 这个女孩子虽然记了那么多东西 看来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其他的成就 我看过她刚刚得到大赛冠军 就是什么 最强大脑冠军的那个说年轻啊 小姑娘的那个视频 我最近呢 又在看到她的 已经是一个 叫什么 不能说 叫叫什么呢 就是已经 已经三十多岁了嘛 肯定就 这个风格也变了啊 我不好 就是这个 这个 叫变成大姐姐了 或者变成小阿姨了啊 那么 一直都还在吃这碗饭 嗯 大家怎么看呢 觉得这样好吗 教大家怎么做记忆 当然其中 我觉得她有些方法 还是可以用的啊 联想记忆法 联想记忆法呢 这是比较浅的啊 最强的是 把所有东西变成视频 在大脑里面啊 然后 我自己想到了一个 我独特的记忆方法 看网络小说的人都知道啊 叙死生存变 看网络小说的人都知道 有一个大神叫 我是西红柿 现在已经不怎么写了啊 但是她曾经有过一部啊 这个讲星空的 还是讲什么的 我都忘了啊 很多年前我看的 叫星辰变 我说怎么记忆啊 叙死生存变 就叫吃事星辰变 就是我吃西红柿 写了一本星辰变 所以就可以谐音 我这个叙死生存变 这个很low啊 比那个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说神侠已必冤 要差 几百倍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记住了 叙死生存变 您记住了吗 不要去看这本书 特别浪费时间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六个解释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再回顾一下 我们闭上眼睛说啊 公司法和六个解释都说了啥 公司法和六个解释 总体来讲都属于组织法 让公司这种组织着力于民商是主体之灵 这是讲了 这是它是组织法 他都讲了些什么呢 讲了公司分两种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讲了公司里面的权力架构三会一种 讲了公司的生命周期 设立 运行 变化 消亡 这是公司法就讲了这些 没了 就这么简单 它是组织法嘛 它主要就讲这个 讲你里面是啥 讲你整个生命周期 那六个司法解释讲了啥呢 它总体来讲 它虽然是针对具体纠纷的 但是它必然也是依赖于公司法的条文的 所以也可以理解为 也是对公司法条文的一个细化 那一共有六个司法解释 解释一叫序 讲数据力 基本可以忽略掉 因为这个早都过时了 所以忘掉这个一 当然我还是会讲一下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 现在的案子当中 已经用不上解释一了 那么解释二 讲解散清算 这个里面的业务机会是相当的多 我到时候讲条文的时候会来讲的 解散清算 就是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 是越来越严 以前大家都很忌讳 现在就是宽禁 延出 大胆市公司 但是大胆的 严格的让你去退市 退出市场 不是上市公司的退市 是非上市公司也有退市 推出市场呗 解释三 讲出生的时候 注意的问题 公司法条文不够细 公司法条文不能 不能满足 法院审理案件的需要 所以就有了司法解释 解释四 股东的各种权利 这个里面内容很丰富 解释五呢 比较短 它也是把股东的权利 再加一点 解释四 其实这里面 是内容很丰富的 解释六呢 本来也是一个衔接 但是呢 夹带了一点点私货 也很短 所以叫做变 叙使生存变 吃世新存变 这是我的记忆方法 那我们这个开篇的一刻呢 就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将会直奔主题 去给大家讲公司法 和司法解释的条文 其实只能讲公司法的总则 能讲完就不错了 下一讲 但是这个总则也很有意思 那行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我们支持的小伙伴 周末都还在陪着我录课 谢谢Sherley 那这个两个二维码呢 第一个是我的股权号 其实我都写起来很累 因为最近特别的忙 然后如果大家有好的文章 或者有问题 可以在这个公众号留言 或者投稿 我帮您发 还有一个呢 右边呢 是我个人的微信号 哦